你敢想象吗?一个国民级的电商APP,竟然劫持超过一个亿的用户手机,在后台肆意为非作胆,而且多年来未被人发现。 如今这家公司的恶行呢,终于被人揭发了。出手的就是知名的杀毒软件卡巴斯基。 就在上周,卡巴斯基发布了专门的报告,爆出了拼多多的六大恶意行为。 第一,隐私搜集。拼多多通过流氓程序黑进到了用户的手机,提高自己的权限,让自己可以收集用户的WiFi。 通讯录,日历相册,甚至是聊天记录。这下你知道拼多多为什么这么懂你了吧?你刚出了个什么事?他马上就给你推送相应的产品。 第二呢,是后台整活。拼多多收集了我的隐私,我直接给他关掉不就行了吗?应对这样的用户,拼多多直接就盗取了后台启动的各种白名单权限。 不管你怎么关都关不掉,持续地监听你的隐私。有用户反应安装了拼多多之后,手机非常费电而且越用越慢。 第二,原因就在于他在后台不断地消耗电量和算力。第三呢,他会恶意攻击其他APP。拼多多APP,在后台运行的时候就已经很消耗算力了。 而一旦发现有其他的APP在后台运行的,拼多多就直接把他杀掉,保证自己充足的算力持续地能获得用户的隐私。 第四个呢,是恶意的诱导。拼多多跳过了系统的限制,给用户推送的各种全屏广告,然后黑进用户的日历通知、壁纸浏览器等程序。 让这些程序呢,强制给用户推送广告。这下你终于明白为什么,拼多多的广告总是满天飞了吧,想关都关不掉。 第五呢,是恶意防卸载。比如说拼多多这么乱搞,我直接给他卸载不就完了吗?应对这样的用户,拼多多恶意地控制了系统进程。 用户发出的删除指令呢,手机根本就受不到,让用户怎么删都删不掉。 第六呢,是恶意安装。就算用户通过各种手段卸载了拼多多,他还有办法给你重新装回来。 他攻击的浏览器、微信等各种应用程序。 只要用户打开这些APP,他们会悄悄地在后台完成下载和安装。 这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明明没有下载过拼多多,手机里却自动出现了它的图标。 这六大罪状那是环环相扣步步为因,搞的用户那是防不胜防。 你的手机上还有拼多多APP吗?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告。